主所爱的来日教会 中队 富泽人 祝你今晚的大家平安 主所爱的长辈 负责人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主要所的恩典 感谢主要所的恩典 小弟有机会 再回来到来日教会 跟大家一起来祝福 来敬拜天上的真心 让小弟还有机会 再回到我们内力教会 跟我们一起聚集 来敬拜天上的真神 今天是安好生日 今天是安喜圣日 完成中队应悉的安好生日的福气 可以临到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兄弟在这边 愿神将他所应许 在安喜日的福气 能够赚示给我们在座的 每位弟兄姐妹 小弟已经离开来日教会 差不多有一十一年久 小弟离开内力教会 大概有十一年之久了 这边回来是很高兴 这次回来很高兴 离开来日教会以后 离开内力教会之后 也看到我们来日教会有很大的改变 也看到我们内力教会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信徒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天亮 我们信徒的人数是越来越加添了 我们的教会会等也有一些新的改变 我们教会的会堂也有了一些改变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常常听到内力教会在福音的事工上面 就是我常常听到内力教会在福音的事工上面 都有神的担担给他印点 都有神的带领与恩典 也完成祝福我们来日教会 也愿神祝福我们内力教会 让我们来日教会可以在来的这个地方 可以高举神的名 让我们内力教会在内力这个地方 能够高举神的名 可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 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耶稣 小弟今天要用台卫求做阿姨米勒来做节目 小弟今天要以大卫求助亚希米勒作为题目 和大家一起来三角免礼和分享 要与大家一起来互相勉励与分享 我们过去在信用的路程当中 我们过去在信仰的路程上 有的人是因为有体验来人罚信 有的人是因为有了体验才来认识神的 所以来受洗 然后才受洗 有的人是受洗以后在生活当中再来体验神 有些人是受洗之后在生活当中才体验神 不管是怎样 不管是如何 我们要走天国路这条路又很长 我们要走的这条天国路还很长 有的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 有时候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与困难 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与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这些问题与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会记得 身在我们身份上的印店呢 那我们是否记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呢 我们是不是遇到困难到问题的时候 会知道来挖克神呢 我们在遇到困难与问题的时候 是否懂得来依靠神呢 今天我们就用这段的经济来做 选顾上的学习 我们今天就以这段的经节来作为互相的学习 我们请看撒姆尼记上的21章 我们请看撒姆尔记上21章 第一节到第九节 第一节到第九节 撒姆尼记上21章第一节 撒姆尔记上21章第一节 到第九节 福音圣经364名 旧约圣经364页 我们一起来读 用国语来读 用国语来读 撒姆尼记上21章第一节 撒姆尔记上21章第一节 预备起 大卫到了挪国祭司亚西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站站站站站站站的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 你为什么独自来 没有人跟谁呢 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 王吩咐我一件事说 我猜浅你委托你的这件事 不要使人知道 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 现在你手下有什么 求你给我五个饼 或是别样的食物 祭司对大卫说 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 只有圣饼 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 才可以给 大卫对祭司说 实在约有三日 我们没有亲近妇人 我出来的时候 虽是寻常行路 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 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 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 只有更换新饼 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橙色饼 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 留在耶和华面前 他名叫多义 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师牧长 大卫问亚西米勒说 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 因为王的是圣吉 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 祭司说你在伊拉古杀菲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 果在布中放在以福德后边 你要就可以拿去 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 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 求你给我 阿们 我们讨厌这段经节 我们读完了这段经节 这段经节就是 当大卫被扫罗来追杀的时候 这段经节就是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 大卫就得到这个纳北的祭司 阿姨米勒在那里 大卫逃到了罗伯的祭司亚西米勒那里 他为了要维持生命 他为了要维持生命 他就向祭司来托贾米 他就向这个祭司来讨食物 他就要维持自己的安全 他为了要维持自己的安全 他就向这个祭司来托负 他就向这个祭司来要武器 他想说有这个吃米跟负负 他的生命可以维持下去 他想说有了食物与武器 他的生命才能够维持下去 他在这个地方也知道 我们祭司也知道 他当初台哥利亚的这支柜 在这个地方 从祭司这边也知道 当初他杀哥利亚的那把刀 还在这个地方 他用布包起来 放在这个衣服在后面 他们用布把它包裹起来 放在乙福德的后面 他就向祭司这样说 他就像祭司这样说 说这个刀没可以比的 这刀没有可比的了 请你给我 求你给我吧 所以今天就用这段的记载 来提出几点来 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小弟就根据这段的记载提出几点 来跟大家一起学习 分成两个大部分 分成两个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为大卫的软弱来看 第一个部分是 从大卫的软弱来看 第二个部分 为神的怜悯来看 第二个部分 从神的怜悯来看 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看大卫的软弱 第一个部分 我们先来看大卫的软弱 我们看第一节 我们请看第一节 第一节 台卫的软弱来看 这次阿姨美丽的软弱 阿姨美丽的软弱出来 应接他说 你为什么自己来 没人坚持呢 台卫就回答 这次阿姨美丽的软弱 王凡夫我这件事说 我猜你 委托你的这件事 不要让人知道 因为我已经派订 少年人在某个地方 在等候我 这看到台卫 因为软弱 这边我们看到大卫 因为害怕 所以说谎了 他怕什么呢 他就是怕扫罗来追杀 他就是怕扫罗来追杀 所以他到了祭司阿姨美丽这里的时候 所以他到了祭司 亚西米勒这里的时候 他怕他跟祭司说实在话的时候 他怕他跟祭司说实话的时候 怕祭司就会跟扫罗说 他怕祭司会通报扫罗 在这里祭司就会帮助台卫 或许祭司就不会因此而帮助大卫了 所以因为怕他就来说白产了 所以因为害怕所以他说谎了 我们在生活当中感觉过白产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曾经说过谎吗 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 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一些问题 或是我们做不到什么事情 或者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事 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拼沟说 我们如果说实在话可能会受到亏损 我们就会评估说 若我们说实话就会受到亏损 说白产的可能会让我们的亏损较少 说谎可能会让我们的亏损比较少一些 在这里我们就会说白产 或许我们就因此说谎了 但是圣经是怎么给我们教的呢 但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呢 我们看真言的十二中二十二节 我们看真言十二章二十二节 真言十二中二十二节 真言十二章二十二节 古语圣经七百七十八明 九月圣经七百七十八月 真言十二中二十二节 真言十二章二十二节 这边说到神不喜悦说谎的人 而且是神所正恶的 所以大卫为什么要说谎呢 因为他害怕了 大卫是否退回过神的因典 大卫是曾经体会过神恩典的人 但是他遇到最困难的时候 但是他遇到最困难的时候 他就害怕了 因为这是人的软弱 在新约圣经里面 在新约圣经把太福音14章22节23节当中 有记载耶稣来走海面 当时耶稣走在海面上 门徒在船上 他们看到耶稣走过来了 以为是鬼怪 但是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不用怕是我 这时候彼得就说了 这时候彼得就说了 耶稣如果是你 就让我走到你那边去 说主啊 若是你就让我走到你那边去吧 耶稣就说你来 耶稣说你来吧 他就准要走到水面上 要走到耶稣那里去 彼得就下船 要走海面到主耶稣那边去 等于已经躲在这个水面上了 当他已经踏在水面上了 他要准备走到耶稣那里去了 他准备要走到耶稣那里去了 但是他看到这个风都这么大了 但他看到风浪很大 他就看到这个风影这么大 他就害怕了 他看到这风浪那么大 他就害怕了 他就要沉下去了 他就快沉下去了 他就呼喊主说主啊救我 他就呼喊主说主啊救我 耶稣就伸手把他拉起来 耶稣就伸手把他拉起来了 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啊 说你这小信的人啊 你为什么害怕呢 当这个彼得驾到海面上的时候 当彼得走在海面上的时候 他刚好已经在体验到 神的音点和神迹 他刚好在体验神的恩典与神迹 应该说他就在这个音点和神迹当中 应该说他就是已经在 这个恩典与神迹当中了 照理说他应该是最有信心的时候 照理说他应该是最有信心的时候 但是他看到风影这么大 但他看到风浪这么大 他也是怕了 他还是害怕了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同样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一样呢 有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时候遇到困难的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自己会怕自己 我们会自己吓自己 所以失去了对神的信心 就失去了对神的信心 但是圣经里面怎么来给我们应许呢 但圣经里面怎么样应许我们呢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11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11章 马太福音11章的28章 新线圣经第15页 新约圣经第15页 马太福音11章28章 马太福音11章28章 既然路口 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息 有人说信仰就像在学游泳 我们如果学过游泳的人就会知道了 学过游泳的人就知道了 没有游泳的人流水的时候 就会怕沉下去 还不会游泳的人 当他去学游泳的时候 就会怕沉下去 所以他流水的时候 手就在那里滚滚滚滚 是说会浮起来 他下水的时候 手就会一直拨水 希望能够浮起来 但是有的时候 电头是这样会沉下去 但有时候因为如此 反而容易沉下去 什么时候会浮起来 什么时候会浮起来呢 当你放轻松的时候 当你放轻松的时候 你就会浮起来 你就会浮起来了 生活当中对我们也是这样 神在生活当中对待我们也是这样 当我们知道来交托给主 完全来依靠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放轻松了 神就将我们把它浮起来 神就帮我们浮起来了 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不用怕 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不用害怕 所以圣经里面也这样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里面也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第四章 我们看腓立比书第四章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 修圣经280人 行约圣经280页 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 从应当一无果如 只要翻书 最后祈祷祈祷祈求跟感谢 将你们所爱的神说 使我们就率出人以外平安 在基督也所来保守你们心怀的意念 这说到我们刚刚困难的时候 其实不用害怕 这边告诉我们 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其实不用害怕 也不用因为这样 怕受到亏损来说买惨 也不用因为这样子 怕受亏损而说谎 因为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外科 因为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依靠 我们知道要来基督向神来说 我们也知道要祷告向神来诉说 神就会输给我们出人以外的平安 神就会赏识我们出人以外的平安 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也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有的人会自己很聪明 有些人觉得他自己很聪明 所以有些人会说买惨来 拼命自己受到亏损 有时候会说谎来避免自己受到亏损 但是这个说买惨 可能说一个买惨以后 他就要说百个买惨来 来让这个买惨不让人知道 但是通常说了一个谎话之后 就要再多说很多谎话来掩盖这个谎话 不要让人知道 所以你就会越来越感觉 感觉心里不安 就会越来越觉得心里不安了 所以有人说这个聪明是一个因素 有人说聪明是一个恩赐 但是善良是一种选择 但善良是一种选择 对到问题不用来投票 当时要来寻求神的帮助 遇到问题不需要逃避 反而应该要来寻求神的帮助 所以大卫在这就是因为这儿惊险 所以大卫在这边就是因为非常的害怕 他对神失去了信心 他对神失去了信心 所以他就说百质 所以他就说谎了 想要来 让自己不要受到危险 想要让自己不要受到危险 这是第一个部分 这是第一个部分 在大卫的软件里面的第二个部分 在大卫的软弱里面的第二个部分 就是大卫好像去救救阿希米勒 就是大卫只去寻求亚西米勒 我们来为三母年纪上21节的这段经文来看 我们如果从撒木尔记上21章的这段经文来看 当大卫在逃亡的时候 当大卫在逃亡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看到 大卫来救问神还是救靠神 在这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大卫来求问神或求靠神 刚才看到大卫向阿希米勒来救助 只看到大卫向亚西米勒来求助 他为了要维持生命 就向他来偷这个贾米 为了维持生命 他就向他要食物 为了要让自己的生命安全 他就去偷这个母亲 为了让自己的生命安全 他就向他要武器 但是在过去 在大卫的神父顶有神的因典 但在过去在大卫身上有神的恩典 大卫并不是不认识神 过去其实在大卫神父顶 有神这红红红红的因典在神父顶 在过去在大卫身上 有神很风风扑扑的恩典在他身上 我们来看三末尼记上的17章 我们看三末尼记上17章 34章 34节 三末尼记上17章的34节 三末尼记上17章34节 九月圣经358名 九月圣经358页 三末尼记上17章34节 三末尼记上17章34节 大卫对搜罗说 你博人为父亲共有 有的时候才来 有的时候行来 就在英文里面把一只恩典去 我就去对管他 去打他 从恩典为他的嘴中来救出来 他就起来要开花 我就求到他的嘴中 他打死 你博人 打死 三末跟行 这个 未受各类的会议事人 向英心性的军队来骂天 也得较清楚 三末跟行 同样 大卫又说 要求我 要求我脱离 他帮他 跟行 要 也得较 求我 脱离 这个会议事人 的手 所有就对台卫说 你会 可以 去吧 要求我 得较 和你 当 在 这是说到 哥利亚和一些人来修正的时候 这里说到 哥利亚跟以色列人来征战的时候 因为哥利亚 这些很高 因为哥利亚长得非常的高大 圣经里面记载 圣经里面记载 用现在的 新冠的单位来计算 现在用身高的单位来计算的话 差不多超过270公分 大概超过270公分 但是台卫那个时候是一个小孩 但大卫那时候还是个孩子 圣经里面是没说 他差不多是多高 圣经里面没有说他大概多高 就算说一般人来说 差不多180公分就算 也算这么高 就以一般人来说 180公分就已经算蛮高了 这样哥利亚和他 也还有差90公分的骨粒 那哥利亚与他还差了90公分的距离 也是又差这么多 也还是差很多的 所以那个时候一些人 没人敢出来向这个哥利亚来竞争 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 没有人敢出来与哥利亚征战 但是大卫就自己去找少罗 但是大卫就自己去找少罗 说我要陪他来竞争 他说我要与他征战 因为过去神的恩典在我身上 因为过去神的恩典在我身上 我体会到神的灵力 我体会到了神的能力 所以我出去竞争没问题 所以我出去与他征战没有问题的 所以少罗这样讲他 听他这样讲他 所以少罗听他这样说了之后 他就说你会可以去 说你可以去 神在跟吾你同在 说神必与你同在 所以大卫在那时候 是真有信心的 所以大卫在那时候是非常有信心的 他面对这些这么高大的哥利亚 他面对这么高大的哥利亚 他不清楚那些 他不像那些以色列人那么的害怕 因为他体会到神的恩典 因为他体会到了神的恩典 他对神有信心 他对神有信心 所以他对他和哥利亚在竞争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所以他跟哥利亚征战的时候 他怎么说呢 我们看的同样 17章的45节 我们看一样17章的45节 这边大卫说到 他来攻击菲利士人 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民 所以他和哥利亚在竞争的时候 所以他与哥利亚征战的时候 他非常有信心 他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我们从后面圣经的记载也可以看到 我们从后面圣经的记载也可以看到 神就帮助大卫 神就帮助大卫 就让哥利亚打败了 就让他将哥利亚给打败了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过去我们也都会体验到神的恩典 过去我们也都会体会到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对到困难与问题的时候 但当我们遇到困难与问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记得 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这个恩典 和这个灵力的神在我们生活当中呢 我们是否还记得我们身上有这个恩典 还有这个有能力的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呢 我们要看真言的第三章 我们请看真言第三章 第五节 真言第三章第五节 真言第三章第五节 古语圣经770元 就约圣经770页 真言第三章第五节 真言第三章第五节 这边说到我们要专心来依靠神 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 大卫过去有神的恩典 和灵力在他的身上 大卫过去有神的恩典 与能力在他的身上 但是当扫罗来对杀他的时尊 但当扫罗来追杀他的时候 已经不记得你了 他已经忘光了 所以他就好像知道 要来求助这个阿蜜米粒 所以他只知道要来求助亚西米勒 这是大卫的软弱 我们在生活当中 有清楚大卫同样的软弱呢 我们在生活当中 是否有曾经像大卫这样的软弱呢 大卫软弱的第三点 大卫的软弱的第三部分 就是大卫只想要挖口刀来保护自己 就是大卫只想依靠刀来保护自己 我们看三木耳记上的21章 我们看三木耳记上21章 第九节 三木耳记上21章的第九节 三木耳记上21章第九节 这是说你在依脸三国台会是人 大卫的软弱的软弱的软弱在这里 包在这个薄来放在伊富町的后面 你们如果要可以拿去 除了这个以外还没有白红了 大卫就说这个软弱没有软弱的 请你求你给我 这说到这个台卫听到杰西这样他说 这边说到大卫听到祭司这么告诉他 说你当初在一粒三国台 这个哥利亚的那支刀在这里 他说当时你在伊拉古杀 哥利亚的那把刀在这里 他就说那支刀真好 求你给我 他就说这把刀很好求你给我吧 这支刀没可以比 这把刀是无可比的 所以当台卫在危险的时候 想要挖靠这支刀 所以当大卫遇到危险的时候 只想倚靠这把刀 因为这把刀是看得到的 因为这把刀是看得到的 心是看不到的 神是看不到的 所以人在生活当中 常常都希望说挖靠这个看得到的东西 所以人在生活当中 常常想要倚靠看得到的东西 都将这个看得到的东西来 动作是自己的挖靠 都将看得到的东西当成自己的倚靠 在生活当中什么是我们的刀呢 在生活当中什么是我们的刀呢 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地势 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的知识 或是我们过去的经验 或者是我们过去的经验 可能我们比较有钱 这钱财可能是我们的挖靠 如果我们比较有钱的 或许这钱财也是我们的倚靠 或是我们的人财关系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人财关系 来解决这些问题 或者是人际关系 我们可以用人际关系 来解决很多的问题 或是我们本身自己的凌劣 或者是我们本身的能力 这都是我们的条件 这都是我们的条件 可能都是我们努力所得来的条件 可能都是我们努力所得来的条件 但是这在生活当中 我们是不是都把这个 当作是唯一的一个挖靠呢 但在生活当中 我们是否将这些都当成 我们唯一的倚靠呢 当我们遇到问题和困难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都想到 我们的条件 可以拿来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我们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 是不是都想到这些条件 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大卫就是这样 大卫就是如此 他想说要挖靠这个看得到的刀 来解决这个危险的问题 他想要看 想要借着看得到的刀 来解决他危险的问题 但是他真的有解决他的问题吗 但他真的解决他的问题了吗 我们如果从三末尼记上的 21周的欧宝团来看 站一站来看 我们如果从三末记上 21章的后半段来看 说站一站 台湾中这段 有的抗日心来 就直接担心 有的抗日心来解决 就在众人们头前 改变了冰上的行为 在手下 接着是少爷 在西门的门山顶管 欧月下 这个嘴团留在这个嘴团顶管 这说到台湾拿到这支刀 都要走到家庭这个地方 当然这边记载 大卫拿到刀之后 逃到加特这个地方 真的是因为有刀 就比较安全吗 真的因为有刀之后 就比较安全了吗 其实没有 其实并没有 所以他为了 要让自己更安全 他就继续是这个少爷的感觉 所以他为了让自己更安全 他就装疯了 你如果从22章后面再看 我们如果再从22章的后面来看 我们看22章的20节 我们看22章的20节 20节 阿姨刚才的儿子 阿姨米里有一个 后生名叫阿比阿他 都到台湾家 阿比阿他中 从搜楼台 阿华这一世的事情 跟台湾说 台湾就对阿比阿他说 那一日我记得 伊东人就在那里 就知道他这些会跟搜楼说 你被全家送名 都是因为我的团固 你可以住在我家 不用怕 因为要找你投名的 就是要找我的名的 你在我家都能得到保存 这就说到 因为台湾拿到这支楼 这边就说到大卫拿到这把刀 收楼就拿着这个阿姨米勒来帮助他 扫楼就以为亚西米勒是帮助他的 所以就派人把阿姨米勒拿到这支楼台湾 他就派人将亚西米勒罗伯的这边的祭司派人将他们杀掉 所以台湾拿到刀以后看起来没较好 所以大卫拿到刀之后看起来并没有比较好 大卫是当时才变好呢 大卫是什么时候才变好的呢 当大卫知道说要求靠神的时候 当大卫懂得到来求靠神的时候 我们看三末尼记上的23章 我们看三末尼记上的23章 我们看第19章 我们看第9节 三末尼记上23章的第9节 后面就提到了大卫祷告神随听了 当大卫向神祈求的时候 当大卫向神祈求的时候 神就帮助他 神就帮助他 所以在十四节的后半段这样说 所以二十四节的后半段这样说 在十四节的后半段 在十四节的后半段 从少罗每天来找大卫 说到少罗每天来找大卫 神却无中大卫告在他的手里 神却没有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 所以大卫的状况是什么时候变好 所以大卫的状况是什么时候才变好的呢 当大卫开始知道要来求靠神的时候 当大卫懂得要来求靠神的时候 这个时候大卫的状况改变好了 这时候大卫的状况才转好了 所以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这么多 我们觉得可以挖靠的 所以有时候在生活当中 有很多我们觉得可以倚靠的 但是最后不一定可以夹做起我们的挖靠 但最后不一定能够成为我们的倚靠 我们要有少年的眼光 可以来看到我们的帮助在这里 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来看到我们的帮助在哪里 所以圣经里面有记载到一段的数字 所以圣经里面有记载着一段的事迹 就是亚兰王与以色列人争战 每次亚兰王的埋伏都让以色列人知道了 所以亚兰王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圣经里面有知道原来是伊丽莎先知都会先跟以色列人争战 所以最后才知道说原来以丽莎先知都会先告诉以色列王 让他不会受到伤害 让他们不会受到伤害 所以亚兰王就知道这件事 以后他就去围困伊丽莎先知所住的多丹城 所以亚兰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就去围困伊丽莎先知所住的多丹城 他围困多丹城的时候 他的仆人看到了 发生什么事呢 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们看烈王记下的第六章 烈王记下第六章十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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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圣经四百六十五页 纽约圣经四百六十五页 十五节 新人的布林早起起起来 看去 车买军兵都围困了习 布林对新人说 惨了 我主啊 我怎么走得好呢 新人就说 不用走乘 跟我们当代比他们当代更多 伊丽莎就记得说 要花 求你开这个年轻人的眼睛 让他可以看去 要花就开的眼睛 让他看到摩扇都有 火车火买 围到伊丽莎 这说到当亚南军围困多丹城的时候 这边说到当亚南军来围困多丹城的时候 新人的布林看到这么多军兵 神人的仆人看到这么多的军兵 他就很害怕 但伊丽莎先知怎么跟他说呢 说不用怕 说不用怕 跟我们当代比家人当代更多 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还要多 他就向神祈祷 求神开着少年人的眼睛 他就看到他们的帮助在哪里了 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 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眼光 遇到困难的时候 要知道我们的帮助在哪里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帮助在哪里 我们的帮助在哪里呢 我们的帮助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十篇四十六篇第一节 我们请看十篇四十六篇第一节 十篇四十六篇第一节 十篇四十六篇第一节 《鬼神经》六百九十一面 《旧约圣经》六百九十一页 十篇四十六篇第一节 十篇四十六篇第一节 是我们的比较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困难中随时的帮助 这说到神就是我们的力量 这边说到神就是我们的力量 神就是我们在困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神就是我们在困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 遇到一些困难与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我们第一个应该要挖苦的帮助在哪里 我们应该要知道 我们第一个可以依靠的帮助在哪里 我们的挖苦就是提定的这位真神 我们的依靠就是天上的这位真神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 就是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在这段经文里面 神的怜悯在这段经文里面 第一个部分是神就有三遍的来提醒大卫 第一就是神用三次来提醒大卫 他在第一阻 二十一准的第一阻这样说 在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说到 这次阿姨美勒 驾行出来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自己来没人坚持呢 祭司亚希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 问他说 为什么你独自前来没有人跟随呢 这是神第一篇来提醒大卫 这是神第一次来提醒大卫 虽然神经看起来 他真的是一个人来到这些阿姨美勒战 从圣经来看 他真的是一个人来到 祭司亚希米勒这里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人吗 但他真的是一个人吗 其实神来提醒他说 其实神都在神区边 但这边是神在提醒他说 神其实都在你身边 那时候他因为害怕扫罗的追杀 他就忘记了神 他就想说都是他自己一个人 他就想说自己都是一个人 在《猎王记》上的19章第9节第10节当中 这也说到 当伊利亚受到这个 阿世伯来追杀的时候 当这边也记载到 当伊利亚受到耶稀别的追杀的时候 他密在这个洞来 他躲在山洞里面 这时候耶和华的威就临到他说 这时候耶和华的话就领导他说 说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伊利亚就说我为了你来大发热心 伊利亚就回答说我为了你来大发热心 说一些人来背起你的约 说到以色列人来背弃你的约 来毁坏你的团 来毁坏你的坛 用刀来台湿你的圣地 用刀杀死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个人 但是真的剩下他一个人吗 但真的只剩他一个人吗 我们如果从《猎王记》下19章后面再来看 神就说了 神就说了 其实还留下7000人是没向巴力来敬拜 其实还有留下7000人是没有向巴力敬拜的 所以当我们遇到信仰软架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遇到信仰上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感觉我们自己是一个人 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自己是一个人 什么问题都要一个人来信担 什么问题都要一个人来承担 其实神都在我们身附近 其实神都在我们身边 神就接着祭司的威要来提醒大卫 神借着祭司的话要来提醒大卫 就是应当警察来归向神 就是应当警醒来归向神 我们第二个部分神的提醒 第二个部分神的提醒 就是当当时大卫问祭司说你那边有武器吗 那就是当大卫问祭司说你那边有武器吗 在三末尼记上21章第八十到第九十 在三末尼记上21章的第八节第九节 因为大卫怕 因为怕说他自己安全的问题 所以就向祭司来討武器 大卫因为怕自己安全的问题 就向祭司来讨武器 这时祭司就跟他说 你台师哥利亚的那支刀在这里 其实就跟他说 你杀死哥利亚的那把刀在这里 这是第二面的提醒 这是第二次的提醒 因为说到这支刀 因为说到这支刀 他应该想到当初是 他如何来打败这个哥利亚的 因为他应该要想起当时 他如何打败哥利亚的 是靠这支刀吗 是靠这把刀吗 是靠着神的能力 是靠着神的能力 所以这是神第二面的来提醒 这是神第二次的提醒他 那第三面的提醒 第三次的提醒 就是这支刀是包起来 放在乙福德的后面 就是这把刀是包裹起来 放在乙福德的后面的 当这个大卫要去拿那支刀的时候 当大卫要去拿那把刀的时候 他应该先看到乙福德 他应该会先看到乙福德 乙福德是 祭司神福顶圣衫里面最重要的一支 乙福德是祭司圣衣上面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看到乙福德 就会想到要对神来敬拜 他看到乙福德 应该要想起要对神来敬拜 所以神是假如这样他提醒 所以神是借着这些来提醒他 但是大卫在那个时候 但大卫在那个时候 因为他软弱了 所以他就没有这个属灵的敏感度 他就没有属灵的敏感度 所以他就没有发现神的提醒了 他就没有办法发现神的提醒了 所以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 我们要有属灵的敏感度 所以在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要属灵的敏感度 我们要注意神是不是有来提醒我们 我们要注意神是否有提醒我们 小弟在11年前 在这个地方做工作 小弟在11年前 在内地这个地方工作 那时候其实小弟 工作这么忙 那时候小弟工作非常的忙碌 那时候想说照顾家庭是应该的 贪钱是男人应该要做的 赚钱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那时候忽略要一件事 那时候忽略了一件事情 就是应该要把信用放在最前面 就是要将信仰放在最前面 所以那段时间 其实小弟信用不说太好 属于那段时间的小弟的信仰 没有说很好 慢慢的就 晚上就越来越没法来煮灵 渐渐的晚上就越来越没办法来聚会 有的时候安晓日的时候要加班 没办法来聚会 有时候连其日都要加班 没办法来聚会 那时候自己都没觉得有什么状况 那时候 但那时候都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状况 因为那时候信用是 在一个很软正的状态里面 因为那时候的信仰是在一个软弱的状态当中 小弟会记得有一回 从公司回来的时候 小弟记得有一回 从公司回来的时候 一天晚上有聚会 那一天晚上有聚会 小弟的太太就带到小弟大小的学生 要来你教会来聚会 小弟的太太那时候带着大儿子 要来教会聚会 我刚刚在门口堵到他们要出去 在门口刚好遇到他们要出门 太太就问我说 你今天要去聚会吗 太太就问我说 你今天要去聚会吗 我那时候就跟太太说 我真累了 我是要休息 那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说 我很累我想要休息 其实我在那段时间有常常都没到去聚会 其实我在那段时间 有时候常常没办法聚会 都向主耶稣来请教 就向主耶稣请假了 这时候我的大儿子就在旁边 那时候我的大儿子就在旁边 他就这样告诉我说 他就这样告诉我说 说爸爸 说做爸爸 你又没有去教会 主耶稣就不认识你了 你再不去教会 主耶稣就不认识你了 所以那个时候 小弟听到的时候 心里就拆一下 那时候小弟一听到这句话 心里就扎了一下 其实这是神在提醒小弟 其实这是神在提醒小弟 所以接到神的提醒 所以借着神的提醒 小弟也在思想自己的信仰状态是如何 小弟就去思想自己的信仰状态是如何 所以也跟太太来做一个参丞 所以也跟太太来做个商量 其实我的妈妈也在这里来访问 我们照顾孩子 那时候我的妈妈也在这边 帮我们照顾小孩 那时候我的阿公刚好破坏 那时候我的爷爷刚好生病了 所以他也要回去照顾我阿公 他也需要回去照顾我的爷爷 我们就两个人祈祷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一起祷告 来讨论说 他到底要如何来做一个生活 上面的条件 再讨论说 我们以后要再 怎么做个生活上面的调整 我们就要留中一个这里 有些抽双子 我弟姆 还没有每个人 vote 大家有在这段 最后一份的调整 中间给你的牙方 美是